成立大会上 审议通过了标委会章程 工作细则等 同时进行了海峡两岸工业无损检测术语对照 海峡两岸建筑升学术语对照 两项厦门市地方标准征求意见稿研讨 据了解 大陆现行术语标准共计2461项 台湾地区283项 两岸术语标准各有侧重 差异较大 如鼠标一词在台湾称为滑鼠 软件在台湾表达为软体 地铁在台湾的说法则是捷运 这些词汇上的差异给两岸产业交流 贸易往来 民众日常沟通等增添了不必要的困扰 标委会由来自高校研究机构 行业协会及企事业单位的 37名委员代表及5名顾问组成 其中包含9位台胞 全国台企联常务副会长吴嘉莹就担任了标委会 副主任委员一职 生产建材的在大陆叫材料造生 在台湾叫材料杂讯 这个就是有点差异 所以说如果有共同的语言的话 那我们再准备相关的申报资料也好 还有施工的也好 这就有一种标准可依选 在祖国大陆发展的话 让我们更方便去推展我们的业务 今后两岸民众可以通过两岸标准共通服务平台 精准查阅术语对照内容 了解两岸名词术语间的差异 进一步增进交流合作 据了解 作为两岸名词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承担单位 厦门市标准化研究院表示 未来将进一步探索包括术语标准共通在内的 两岸更多领域的标准共通新路 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 那我们也会选择像这个一些民生重点 养老照护啊 还有土木建筑啊 无障碍等民生重点领域呢 持续的推动一些 两岸这个共通标准的研制 那在这个标准这个共通服务平台上呢 将会在智能化方面发力 就是除了这个名词术语这一块智能化之外 还有这个一些两岸的农产啊 还有这个添加剂啊 这些我们都将打造它的这个智能查询 让老百姓这个一查就知道